郑锦州理事长继续带领我们商业总会向前拜计 从副市长邱佩玲手中 接下建务市商业总会理事长的异性评书 郑锦州五度容认商业总理事长破了记录 非常谢谢我们商业会的各公会理事长 还有代表在此前我出来当商业会理事长 我也是破记录当第五届 希望说我们在这两年的疫情关系 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恢复了 希望说在市政府议会努力 让我们基隆能更迈进 增加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所有的效应 郑理事长也特别感谢国策顾问童勇 清零现场 以及一直在背后支持他的夫人杨桂梅女士 在第77届商人节表扬大会上 贵宾云集 共同表达对商人精神的敬意 我们基隆非常需要的庶民经济 让基隆可以变更好 那很开心今天商业总会可以办这样的活动 让所有的企业跟基隆一起共融共好 130多位优良商人及资深从业人员 一一上台领奖 场面隆重 很开心能够代表公司来领这个奖 那公司还有我们的服务也会继续努力 现场参与嘉宾共同强调了创新 合作和社会责任的价值 并期许继续为基隆市的繁荣 做出贡献 鼓励更多人参与商业发展 记者蔡小君 基隆报道 谢谢 謝謝